而為了抗議捷運新裝機場工程 帶來的走山危機 青年樂森聯盟 下午在樂森療養院的就職 舉辦音樂會 還拉起布條表達訴求 更預告星期六將再次上街遊行 希望可以喚起民眾對樂森的關注 在超過100位民眾的陪伴下 獨立樂團再度回到熟悉的地方 用歌聲關注樂森療養院的議題 希望透過這個音樂生命 重返大樹下音樂會 讓大家再度集結 再度一起出發 一起對抗這個樂森的走山危機 樂森療養院曾在院內的大樹下 舉辦音樂會 是聲援者和樂民的共同回憶 但自從樂森在2008年底 遭到強制拆遷後 大樹不再存在 也引發公共安全的潛在問題 面對錯 前營機場 為了抗議興建捷運新裝機場 而拆除樂森 青年樂森聯盟認為 新裝機場可以不用選在樂森興建 導致可能的走山危機 影響捷運和樂森的安全 因此在樂森的王自行大樓外 拉起10公尺長的布條表達訴求 我們認為應該要還給樂森院一個公道 不但要把樂森院重建 也希望把這片已經在花洞 有走山跡象的山坡地回田 土方回田才能夠確保捷運與樂森的安全 也對過去的這個錯誤的政策進行一個反省 遷移這個新裝機場 主辦單位預告 16號下午將再度舉辦遊行 從14 15號公園出發 號召民眾走上海道 樂森的安全爭議也再度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 UDN TV大尾攝影之剛新北市報導